英國訓練200名烏克蘭飛行員 俄羅斯陣地遭重鎚 美國海軍大動作對付中共 在美反中共板塊被封 超過10萬人遭禁星 古特雷斯向普京彎腰鞠躬被指耐弱 美國對中共負面看法 賦予限制北京擴張 台積電業績超預期 三星電子失利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點觀察》 我是芷山 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六 下面是詳細內容 烏克蘭空軍最近在戰鬥中 首次使用法國提供的 AASM-250重鎚精準導彈炸彈 成功攻擊了俄羅斯軍隊的陣地 這種導彈具備卓越的遠端攻擊能力 能夠精準摧毀目標 標誌著烏克蘭在空對地作戰能力上的顯著提升 這次行動是烏克蘭逐步引入更先進武器系統的重要一步 進一步增強了它的防禦和反擊能力 與此同時 英國皇家空軍已成功訓練了200名烏克蘭飛行員 令他們能夠操作現代化的F-16戰機 這一行動體現了西方國家 對烏克蘭空中力量的堅定支持 預計這些飛行員很快將投入實際戰鬥 隨著空軍技術的不斷升級 烏克蘭在戰場上的表現越來越引人觸目 而這時北韓也在全球軍事舞台上引起了新關注 據報導北韓正在向俄羅斯派遣幾千名士兵參與烏克蘭戰爭 北韓外務省副相金正輝就事件表示 若有此事將符合國際法規範 這一言論實質上承認了北韓的軍事介入 歷史上北韓和多個國家有著複雜的軍事合作關係 自兩戰以來 北韓曾向越南、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等國提供軍事支援 在越南戰爭期間 北韓向北越派遣了大量士兵和軍事顧問 1973年 北韓根據與埃及的軍事協定派遣軍隊參與淑罪日戰爭 和利比亞的合作則包括在該國進行軍事訓練和武器銷售 敘利亞和北韓的長期盟友關係 也涉及共同研發導彈和化學武器 在伊朗 北韓和它在核計劃和導彈技術上展開了合作 即使受到聯合國的制裁 雙方依然在秘密進行技術交流 這些合作關係不僅顯示了北韓在國際舞台上的活躍 還為它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支援 現在由於侵略戰爭 俄羅斯的經濟形勢逆日漸嚴峻 10月25日 俄羅斯央行將基準利率從19%提高到21% 創下過去20年來的最高紀錄 這一行動反映了俄羅斯目前通脹高期的現實 經濟形勢遠比外界預期的要困難 在2023年6月 俄羅斯的基準利率為7.5% 而在短短幾個月內 這一數字很快攀升 顯示出經濟壓力的加劇 根據最新資料顯示 俄羅斯的名義通脹率已高達8.6% 為了應付經濟危機 俄羅斯央行正通過提高基準利率 來抑制通脹 即使這一個政策 也導致了莫斯科交易所指數的持續下跌 在面臨國際制裁和內部經濟壓力的情況下 俄羅斯政府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來穩定經濟 高通脹 貨幣貶值和持續的軍事開支 模擬加劇了這危機 令經濟復甦的希望越來越渺望 隨著中國高超音速導彈技術的發展 美國海軍正在採取緊急措施 以確保它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優勢 路透社報導 基於對中共潛在威脅的擔心 美國海軍將開始在部分軍艦上裝備 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的高機動性愛國者先進能力 3分短增強型PAC-3MSE攔截系統 以提高它對抗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 中共軍方近期進行了一次洲際彈道導彈試射 根據相關消息 導彈從海南島附近發射 射程超過1萬2千公里 可能為DF-41型號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導彈防禦專家 湯姆·卡拉科指出 即使美國海軍目前尚未確定具體需要多少PAC-3MSE攔截器 但對該系統的需求非常大 他還表示其它國家對這一系統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在應付中共軍事現代化的背景下 美國海軍正在整合新型導彈防禦系統 以增強它整體作戰能力 此前PAC-3反導彈系統在烏克蘭和中東衝突中表現出色 成功擊落了高超音速導彈 美國軍方希望通過引入PAC-3MSE攔截器 增強它反導彈系統的高概率攻擊功能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正在考慮 在日本進行聯合生產 並計劃在佛羅里達州建立新的導彈導引頭生產線 這一行動將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防禦能力 這個導彈導引頭 用於接收信號 能夠有效提升導彈的作戰性能 就事件 五角大樓預計將批准擴產計劃 以提供供應日益增長的需求 美國海軍的導彈防禦系統 將與SPY-1雷達通訊 以確保艦艇發射PAC-3MSE攔截導彈的操作順利進行 即使該系統尚未經過實戰測試 但它的特殊設計能夠有效提高 對抗高超音速目標的能力 項目負責人指出 PAC-3MSE的專向火箭炮增強了機動性 令到攔截彈能夠直接擊中目標 從而大幅提升摧毀威脅的可能性 面對中共正在開發反艦彈道導彈DF-27等先進武器 美國海軍的這一戰略和新武器計劃 目的是確保在潛在衝突中具備更強的反制能力 這些措施體現了美國軍方對印太地區安全形勢的高度重視 近日社交網站Reddit上的真現實中國板塊被封禁 這個板塊擁有超過10萬名成員 主要討論中共相關議題 反對中共統治 支持民主自由 這個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爭議 尤其是在成員當中 來自香港的二歲軍是該板塊的活躍成員之一 他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他對封禁的原因感到困惑 Reddit最初說這個板塊陷入無政府狀態 幾日後則表示這個板塊違反了官方政策 他認為真現實中國中缺乏在西方社會看來有問題的內容 並懷疑Reddit可能受到了來自中共政府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 騰訊作為Reddit的大股東 自2019年以來 在他的投資總額已達到幾億美元 這個令人對Reddit的審查機制產生疑慮 真現實中國自2021年成立以來 就成為了用戶分享時事新聞 歷史政治和個人經歷的平台 而歲軍表示 風禁的消息令人感到不安 因為這個板塊一直致力於討論真實的中國現狀 而非傳播有害內容 他曾因創作諷刺習近平及中共政府的作品 而遭到香港國安警員的調查和騷擾 封禁發生後 二歲軍曾嘗試創建新板塊《玉包TV》 但在短短三個小時內也遭到封禁 他透露板塊成員多次嘗試申訴 卻未得到任何回應 甚至有申訴資訊被直接刪除的情況 這件事不僅影響了真現實中國板塊的成員 也引發了對社交媒體言論自由和審查機制的廣泛討論 剛剛結束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表現引發了廣泛的批評和不滿 尤其是在聯合國日這個特殊日子裡 他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互動令人震驚 即使普京因俄烏戰爭被國際刑事法庭通緝 古特雷斯卻選擇與他握手 並顯現向他鞠躬 這一舉動被認為是對聯合國的羞辱 社交媒體上X帳號Noel Reports發表了古特雷斯 和普京握手並未笑的相片 指出他這個過程中身體略微前傾 顯示出明顯的屈從姿態 此外古特雷斯還與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親密互動 這個進一步引發公眾的不滿和指責 普京在峰會中提出了對聯合國進行改革的要求 主張另一些由俄羅斯支持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權 進入聯合國安理會 就事件古特雷斯的面部表情顯得非常不悅 顯示出他對這一提議的反感 評論員王篤然就事件進行了分析 認為雖然普京提倡聯合國改革 但並不意味著他希望直接引入他的代理獨裁政權 相反 俄羅斯立場更多的是希望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 同時保持現有上任理事國的特權 此外普京在峰會上表示 俄羅斯願意根據實際情況考慮有關烏克蘭的和平協定 強調進行談判的重要性 而非在戰場上計算烏克蘭的損失 態度顯得相當強硬 社交媒體上的反應不一 很多網友就事件表示強烈的不滿 認為古特雷斯的行為 是對聯合國的災難性代表 稱它為恥辱與懦弱 在國際舞台上 古特雷斯的表現引發了對聯合國角色 和影響力的深刻反思 很多人呼籲聯合國 應更為堅定地維護國際正義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最新發表的文調 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 降至歷史新低 平均分僅為26分 顯著低於2022年32分 這一資料是該組織 直至1978年展開調查以來的最低紀錄 反映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不信任情緒 在近兩年內急劇轉差 調查顯示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 美國應積極採取措施 限制中共在全球的影響力 民調的背景是 美中兩國在地緣政治舞台上的競爭 越來越激烈 自川普政府時期的貿易戰以來 這種緊張局勢不斷升級 並在COVID-19疫情期間進一步惡化 目前雖然美國國內 政治兩極化明顯 但對中共的負面看法 在兩黨之間呈現一致性 即使如此 大眾普遍不希望 美中競爭演變為軍事衝突 民調指出 受訪者對雙邊關係最關心的問題是 如何避免軍事對抗 調查是在今年6月和7月進行 結果在近日公布 正值美國總統選舉競選活動的關鍵階段 在9月辯論中 副總統賀錦麗 和前總統川普 均將中國議題作為重要論點 上方加認為 在面對中共當局時 應採取強硬立場 在政策應對方面 即使兩黨都對中共持有負面看法 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具體應對存在分歧 民主黨傾向於通過接觸和合作 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和軍事控制等領域 而共和黨則更關注中共政府造成的威脅 持續在各方面採取更強硬的措施 未來的經濟關係也令人擔心 調查發現 56%的美國受訪者認為 美中貿易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同時79%的人支持禁止美國企業 向中國出口敏感的高科技產品 這一比例 較3年前的71%有所上升 雖然對提高中國產品關稅的支援率 仍然高於55% 但與2021年的62%相比有所下跌 共和黨人對加稅的支持率 明顯高於民主黨人 近期 隨著台積電第三季財務報告表現 超出市場預期 外資對台股的投資熱情顯著上升 近一個月內 外資賣超台股達462億台幣 這一增長反映了市場對台積電前景的樂觀評價 外資持股比例從73.59% 輕微上升至73.86% 相比之下 三星電子的營運情況卻陷入逆風 外資在過去一個月內 賣超韓股達68億台幣 其中三星電子租外資連續33個營業日拋售 總金額高達2850億台幣 令到它的外資持股比例從56.2%降至52.93% 這一現象突顯了市場對三星未來的表現擔心 尤其是三星在第三季度營業利潤未達預期 並且對股東發出罕見的道歉聲明 進一步加劇了外資的拋售壓力 報導指出即使南韓和台灣半導體行業都面臨著寒冬 但台積電的穩健表現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市場的擔心 從9月26日至10月23日台積電吸引了外資大約14億5千萬美元的投入 顯示出投資者對它未來的信心 在南韓市場 三星電子股價近期徘徊在5萬韓環附近 10月25日收55,900韓環 當日下跌1.24% 資產管理公司的負責人警告 若三星未能及時止住下滑趨勢 股價可能會持續面臨壓力 這個令投資者的信心進一步受損 以上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7月1,8月3,10月1,1-2月3,10月1,9月1,10月2,10月1,10月2,10月2、10月1,10月1,10月2,10月2,50月3,40月3,80月1,12月1,11月4,10月3,20月3,11月2,10月1,17月3,20月1,含有休息